第四集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幾集我們一直因為陸射箭二的服役 就是確定採購之後 然後的服役 這個我們一直在討論野戰防空 那我就一直在講說 其實陸射箭二並沒有辦法做這種伴隨式的掩護 在美軍之前是復仇者防空系統 就是在漢馬車上面的 那現在呢 他們是用一個MSURE RAID 這套系統 他是在Straker的這個 巴輪甲車上面 而且這套系統非常的先進 我們可以從照片上看到 它是下面是一台Straker的巴輪甲車 那上面有一個武器戰 那這個武器戰是由里奧納多公司提供的 那它有很多種的組合構型 那首先它在下面它有四面啊 可以涵蓋360度範圍的多目標雷達 那另外就是它上面可以搭配的各式的武器組合 包括這個 阿帕契的那一門 30公里的機炮 那它的最新型號是XM914的機炮 那另外還有7.62公里的M24洞的這個機槍 另外還有可以 就是有四枚的刺針防空飛彈 然後還有兩枚的地獄火飛彈 那這地獄火飛彈之後可以升級 可以升級成AGM-179 機動短程防空飛彈 那這款飛彈是要取代地獄火飛彈的 所以它有一個遠距離的地對地的打擊能力 這一類的彈炮合一的系統啊 美軍也已經注意到它的運用彈性 所以啊 這是我們可以在未來多留意的 其實美軍在這一整套系統裡面啊 MCO RAID它這個 它有分三個階段 它另外還有就是 可以直射能量的雷射 用雷射直接去把破擊炮 或者是無人機擊落 那另外還有第三個階段 它是有一個高能的微波 野戰防空的戰鬥車 就是你遇到機群啊 這個大量的無人機飛過來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 直接面殺 所以這是 目前大家都已經快要無法想像 未來的 野戰防空的作戰 另外就是 要補充一下就是 XM914啊 E1這個三菱煉炮啊 它這個煉炮也被美國海軍陸戰隊選定為 它的陸基空防計畫裡面 GBAD的這個計畫裡面啊 它有一個 陸戰隊空防整合系統 它的主要武裝 它就是把它的這個 武器戰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 刺身飛彈 它就裝在 JLTV就是聯合輕型戰術車輛的這個頂部 所以這個陸戰隊它的方案 它跟陸軍就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各軍種之間啊 因為它作戰需求啊 還有面臨的這個 作戰強度的想定啊 的一個差異 所以可以看得出 陸戰隊的這個武器裝備 就比較傾向是 比較輕型的 輕量化的 所以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有關這個 比較新的防空系統 給大家參考